以前到现在 他都不成从他的口中出货 我不能 马波慈激职工陈宝源 日前因车祸往生 享年62岁 居士会上 近200位志工与家属一同缅怀他 可是他讲 病不要病得太专业 所以这句话 让我深深的很感动 这样子车祸 他就成报了 这是他的因缘 我会把慈激这个职业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有空闲的时间 做一些上市的话 好像我们做过之后 那种感觉 是很难 很难加以形容的 2003年开始 陈宝源投入志工14年 积极参与此剂活动 尤其医疗服务 更是常看到他的身影 他只要还能做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会 尽量的来出席 尤其是在医院志工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师伯戴着口罩 可是他还是会出席 带病人进来 就要出来 这样咯 把他的记录 他非常感动 甚至因动手术 切除左脑肿瘤 而行动不变 但2013年顺莫祝福 他仍把握机会 参与行愿演艺 当时师伯他的肢体行动方面 其实已经有开始不变了 可是他还是很坚持 而且配合度非常高 不管我们设定哪一个动作 他都会尽他所能 去完成那个指定动作 付出的身影虽已不在 但陈宝源那份不懈怠的精神 却留存在职工心中 戴新闻徐伟霆 苏星仪 马来西亚 马波报道